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八卦频道,本频道分享男神女神的故事,欢迎持续关注 7月9日,备受瞩目的《中国医生》终于上映了 影片已经播出,就收获了一大波好评,首日就拿下票房冠军,截至发稿日 票房更是突破5亿,猫头评分也高达9.5分 有人感叹,太过于真实,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当时紧张的抗议场景 特别是源泉饰演的重症医学科主任文婷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总是不畏艰难,蠕动起因,冲击在疫情前线 ICU里,她是顶住压力,带领团队专注救治的抗疫女战士 ICU外回到宾馆,她是普普通通的一名女性,也有着自己的脆弱和无奈 其中有一个镜头,击中了无数观众的心险,当文婷医生终于能够退去防护服 休息一会儿时,却发现脸上已经爬满了像蚯蚓一样的红色乐痕 她疲惫的眼神,坚定的身影,让人瞬间泪目 从源泉真挚的表演里,我们仿佛看到千千万万中国医生的缩影 这次出演中国医生,源泉可谓是投入了100%的心力 为了更加真实地展现医生们的工作场景,她带着一份敬畏坚持素颜出镜 她认真请教专业医生,每一个动作是否到位,有丝毫的差错,她都会要求重来 也正是这样的敬业,让源泉塑造出的角色总是血肉丰满 出色的演技也让她三次掌获得金鸡奖 有人说,你演员的巅峰期很短 这句话,在源泉的身上似乎失去了作用 43岁的她,依然能靠着优雅的气质和深厚的演技在大萤幕上罢品 对她来说,时间从来不是敌人,而是朋友 熬过了青春岁月,却收获了更加丰盛的自己 强大的内心都曾熬过 估计每一个强大的人都曾经历过一段难熬的时光 源泉也不例外 11岁时,她被中国戏剧学院附中的老师们选中,前往北京学习金剧 当时,母亲担心地问她,你真的想去北京学习金剧吗? 她坚定地回答,是的,我真的很想学 但那个年代,交通并不发达 原权的老家荆州还没有直达北京的火车 于是,年幼的她,带着对外界的好奇 坐了6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来到武汉火车站 又辗转坐上前往北京的列车 当母亲把她送到宿舍 交代好一切,依依不舍地和她告别时 她的眼泪突然夺眶而出 这是她才明白,自己真的要开始独自生活了 在细校,她每天都要在6点起床练习基本功 压腿,下腰,喊嗓,常常一练就是3个小时之久 回到宿舍,她已经累得像是全身散了架一样 最难熬的是冬天,北京的寒风,像刀子一样扎得人生冷 因为思念家人,原权一共给家里写了290封家书 但因为她的腿太长,即便是拼尽全力 压腿效果还是不理想 别人轻易就能做到的动作,她却一直做不到 好强的她,为了能够用腿勾到头 甚至练到膝盖凹陷也不肯放弃 她给家人写信倾诉道 下星期又要扳腿了,我真害怕 基本功还是那样,丝毫没有进步 老师说我还不够刻苦 我听了心力非常难受 因为我觉得已经是出了自己最大的力量 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更加刻苦 告诉你们,我的腿离头只有竖着的两根手指那么远了 我争取在11月20日贴上 面对女儿遇到的困难 原权的父母在回信中写道 做父母的理解你,心疼你 我们绝不会在你竭尽全力 仍暂时达不到目标的情况下 还要你去拼命 权权,切记住,在挫折面前不气馁 要保持良好的情绪,振作起来吧 虽然收到父母的安慰 让独处一乡的咖啡感温暖 但在她的内心还是很自卑 直到有一天 有个老师发现了圆权的苦恼之后 就告诉她 以后踢腿不一定非要贴到额头 圆权才慢慢放松下来 其实,自卑的圆权不知道 当时在老师眼中 她是很优秀的 不仅有礼貌 很用功 专业课和文化课也很优秀 在中央戏曲学院附中七年 她成为京剧舞台一名优秀的轻衣 她演唱的天女散花 霸王别姬成为老师 日后展示给学生看的优秀势力 1996年 袁权凭借着出色的艺术功底 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96明星班 和张子怡 梅婷 胡静等被称为中系七朵金花 进入中系后 袁权还是有点孤僻的 她最怕的就是社交 甚至为了避免和同学来往 她一个人骑着自行车 跑到医院 让医生给她的眼睛贴上纱布 装作演急 压力大的时候 她会忍不住狂吃零食 结果体重一路飙升到了120斤 为了减掉多余的体重 袁权经常沿着学校边的胡同一路狂奔 一直跑到安定门城楼上对着车流大喊 以此来缓解情绪 日子虽然难熬 但为了心中的演员梦 她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她依然没有放松自己 每天都坚持早起练功 认真对待每一场戏 以至于同学都说 她就是一个标准 只要和袁权搭戏 就离夜报演出成功不远了 靠着这样的自律 让袁权的演技磨练得越来越娴熟 在舞台上 她的表演总是灵动而自然 这也为她后来的演艺事业 定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期间 她参演了第一部电影《春天的狂想》 就凭借着出色的表现 拿下了金鸡奖最佳女配角 从那之后 片鱼不断地向她砸来 她又陆续参演了电影《蓝色爱情》 电视剧《小鱼儿》与花无缺 获得了第21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幸福的感情都曾熬过平淡 大三那年 袁权洗完澡回宿舍的路上 遇见了学长夏宇 夏宇一眼就被袁权独特的气质吸引了 这次偶遇之后 夏宇便对袁权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邀请她去赏灯 可没想到的是 路上突然遇到狂风骤雨 被困的两人 相对无言只好一边等雨停 一边听着郭富城的音乐 但从那之后 他们互相默认开始了这段恋情 就这样陪伴着彼此 度过了七年的青春岁月 在同学们的眼力 他们的爱情就像偶像剧一样浪漫 他们会同喝一杯奶茶 也会手牵手走在校园小镜上 有时候还会面对面趴在桌上 互相玩对方的手指 2003年 袁权拍摄照是孤儿的时候受伤 在床上躺了5个月 期间正直飞点 夏宇刚好没工作 就戴着口罩 在医院照顾袁权 出院时 她担心车子晃荡会让袁权不舒服 于是就在后排塞满了枕头 后来 甚至将袁权送到老家 让亲戚帮忙一起照顾 相爱容易 相处难 好多爱情在时间面前 也会变得索然无味 尽管彼此非常了解 却依然会为了机灵狗碎而吵架 2007年 两人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夏宇曾在节目中吐槽 袁权平时非常不注重打扮 经常穿着宽大的衣服和裤子 头发随便一盘 看起来毫无美感 而最让他们困扰的是 夏宇喜欢热闹 袁权却沉迷于安静 当时 大家纷纷猜测 是不是夏宇有了外遇 而那一年夏宇和高圆圆也传出了一些绯闻 袁权则在非常近距离表示 相爱八年 两人早就跟亲人一样了 不管结果怎么样 这段感情已经在我心中开花结果了 在访谈过程中 袁权甚至一度哽咽 导致只能暂停采访 感情能够走到现在 停啊 之后就传出两人已经命令分手的消息 当大家为他们的分开感到惋惜不已时 两人却突然在媒体面前十指相扣 宣布复合 并在相识的第十个年头走入了婚姻 夏宇后来在自己书中写道 袁权是我的第三个女朋友 也是最后一个 我觉得人慢慢长大会明白很多道理 比如以前我老想找那么一个百分之一百 我喜欢又适合我的 现在明白了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不是要找个百分之一百的人 而是两个人加起来 争取达到百分之一百 这时他们才渐渐明白 世上没有百分之一百合适的人 只有一起努力经营 婚姻才会幸福 在磕磕碰碰中 他们终于明白 克制包容才是维系关系的法宝 于是他们决定不再苛求对方改变 而是给彼此一些空间 空闲的时候 他们会一家三口一起去逛逛超市 享受平淡的幸福 就这样 他们又携手走过了一二年幸福的婚姻 袁权在节目中说 每段婚姻都会有瓶颈期 在轻易放弃前 你要想想那些过去的美好 然后再坚持一会 或许又会豁然开朗 如今 袁权明白了 最好的感情不是经得起风雨 而是熬得过平淡 最好的婚姻不是改变对方 而是成为更好的自己 2010年 袁权生下了女儿哈哈 做了妈妈后 她选择把更多的时间用来陪伴家人 相比其他同学在娱乐圈大放一彩 她则是把注意力放到话剧上 有人说她傻 明明有资本去拍电影挣快钱 她却选择又耗时又费力的话剧上 袁权却说我当演员不是为了挣多少钱 而是单纯喜欢表演 喜欢站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那些没有演技 只会嘟嘴瞪眼 却片酬高达千万甚至上亿的流量明星 听到这句话之后会不会脸红 袁权的热爱 真的不只是说说 平常她的生活非常有规律 她曾在采访中提到 每天早上七点 她会准时起床 送女儿去上学 然后开始运动 读书 下午去剧场排练 晚上从不熬夜 出道二十年来 袁权始终保持着窑窕的身材 多年的戏剧生涯 也练就了她出众的气质 让她的举手投足间 总是透着一股温婉而独立的气质 演暗恋桃花源的时候 她一开口就把林青霞惹哭了 因为太像了 在话剧《青蛇》中 她将白蛇的妩媚和娇艳 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舞台上 在话剧《简爱》中 她又将简爱身上那种甜的安静 沉稳大方的形象 演艺的淋漓尽致 因为在剧中出色的表现 袁权拿下了国家舞台剧 最高奖梅花奖 三十多岁时 曾有人问袁权 你会不会因为年龄感到焦虑 袁权淡定地回答 不会 我觉得我可以演到老 在袁权看来 年龄从来不是演员的障碍 什么样的年龄 就演什么样的角色 她从不看清任何角色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 很多知名导演都给她这样的评价 角色交给袁权就放心了 因为她从未失手过 金星曾经说 袁权是那种看起来很弱 但是骨子里很轴 为了让每一个动作 都达到最佳效果 她可以专门从北京飞到上海 在舞蹈团里待上三天三夜 正是这样的执着 让她演绎的每一个角色 都风情万种 意义生辉 2016年 她与张紫怡合作 罗曼蒂克肖王室 热度直超张紫怡 这是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所有人 万万没有想到的 在出演我的前半生的唐金时 人全已经40岁 朋友都说那是配角 不建议她演 可她却说不在意角色大小 只在乎自己喜不喜欢 电视剧里她气场全开 雷厉风行的态度 让观众大呼过瘾 直接把女配演成了女主 12岁时 她出演了中国机长 为了更加接近角色 她还专门到航空公司的培训中心 接受了专业的训练 这让她成功塑造出乘无常避难 知性优雅 柔韧坚强的形象 让人过目不忘 原权也因此再次斩获金鸡奖 在出演《中国医生》时 她穿着三层的防护服 整整拍了8小时 当记者问她辛不辛苦的时候 她说相比于现实中的医生 她一点也不辛苦 她从不拿拍戏的苦说是 因为她觉得 这是作为演员的本分 应该受的 如今44岁的源泉 依然能够细约不断 靠的就是这样的高度自律 她说 演员只要能够真诚地演出 就一定能得到观众的肯定 这世上 没有哪件事 是朝夕间就能成功的 没有哪个人 是转眼间就能蜕变的 无论是生活还是感情 总是难免会经历低谷 这时不妨熬一熬 或许又是一番柳暗花明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还不错 记得点赞和订阅哦 您的支持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下次视频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